听了允提的一席话 眼帝热泪夺矿而出 赶着嗓子说道 爷 一个大男子汉 就在这里 爷的心 我都知道 大主意 您自己拿 水里火里 我都跟着 但八爷眼见 不是个心术正的 年耕瑶就那么靠得住吗 我不愿爷走险 我身上 已经有了 允提 似在安府隐地 似又自言自语 愣愣地说 我当然 不走险 不过 总要汤汤 这汪水有多深 有些机缘 也未可知啊 原定九月九日 写酒 登祁风山 辽高辞求 但天宫偏不作美 下起大雨来 按隐地的意思 不必出灵园 就在允提住的偏殿 汇集家人 小酌浅唱 乐一乐也就罢了 但允提 想起赵路的话 一心想会一会汪景旗 执意要出去 隐地便说 这多些人 带了乐器 冒雨 出祁风山 太昭眼了 爷喜爱雨雪天气 都知道的 不如 就是我跟了去 外院 蔡淮喜 前运斗 他们跟着 带一个石盒子 登山观雨景 就是别人见了 也没得什么说 允提也就答应了 祁风山 离陵园 宫寝并不远 正对着景陵 和孝陵南边 累累迭迭 一座孤峰 整座山 都是青灰石 因山顶 有权四亿山下 坐养的这山 郁郁冲冲 净幽林茂 不知何代文人莫克 兴之所致 在顶泉边 修了一座六角亭 这里远眺 唯有景孝二陵 南有马兰玉 东西群山环抱 朝可观云海照了弯 西可厂 落日飞霞 时事宜天造地设 观景圣地 允堤 也不作教 一行四人 穿了游衣 拾击而上 待到山顶的时候 靴子下摆 也都湿透了 允堤进庭 已住物坐 由众人摆布着九十 放眼四望 但见盲雨如高 速速从天而降 远近山轮 秋夜正夜 或红或黄或褶 或紫 还有大片大片乌尘尘 碧森森的松柏 隆隆统统迷迷茫茫中 立色杂陈 恍如若冻 宁视则静 周杂风声 雨声 松涛声 泉水泼剑声 瀑布轰鸣声 混沌一片 真令人喜心倾慕 万绿皆空 小隐帝几个人 安置好九十 见允堤 物坐石栏 满目畅茫的 扭看雨景 一副四悲 四喜 若吃若醉的神情 都不敢惊动 呆呆的 退到旁边视力 不知过了多久 方听允堤 太息一声 慢声涌道 哎 阳首 我欲 问苍君 获淫福善 孔未真 欲让福死 徒吞叹 秦惠善终 究何因 无赖刘邦 主 未央 英雄 项羽 该下吻 自来豪杰 空恶万 皆于 陵岗 眼寸心 此时 冷雨洗骨 进风扑面 听着允堤 悲愤 七处的银额 三个人的心都像浸在其寒无比的冰水里紧缩着站立 引力 双手合十 无望的看着乱云翻滚的天穹 愣愣的说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 允堤苦笑了一下 不生不灭 轮回自由里 只是大道渊如海 我们凡夫俗子 不能识着造化之术罢了 说着 便坐了十岸前 端起酒 一仰而尽 前运斗见他落座吃酒 忙过来替他斟上 爷心里闷 出来图的就是姐们 念这些诗叫人心酸 请爷再饮一杯 去去寒 做一首高兴诗 奴才们也跟着欢喜欢喜 蔡怀喜也说 奴才不懂诗 也觉得太凄凉了 再说诗里头有些话 也不宜传出去 爷没听说吗 徐相国的公子 徐俊为一首诗 叫人告了万岁爷 不得了呢 还有扎四庭 考题出错 也下了天牢 万岁爷 心性最爱 计较这些事的 允提不知道 徐俊的事 但扎四庭 出考题遭文字语 他是知道的 人冷笑 你哪里知道 跟你啊 扎四庭是龙科多的人 徐俊是八哥的人 皇上早就恨得牙痒痒了 要寻人不适处 哪里寻不出来呢 皇上要杀我 就大不敬三个字 也杀的 也不在乎 这湿不湿的 说着便又吃酒 慢慢回顾群山 隐帝 深知 他是抱了个 既有所欲的心思 等着 要见年羹鸟的人 不由得也留心 但见雨雾中 树影婆娑 白草黄毛 浮荡如波 一个人影也不见 既觉安慰 又替允提伤心 一边劝酒 一边说 爷方才的话是 安命守时 总归有出头一日的 佛法讲 色空幻象 万元都无 再强的心 也不能和老天抗争啊 允提笑着 饮了一口酒 阴帝清出于蓝 而胜于蓝了 强悍不与天争 我 我认命就是了 阴命三个人也做了 轮流霸展 直到深时 雨小了些 才扶着菜前二人尖头 一步一挨下了山 允提回到陵园 寝宫测殿 刚刚更衣坐去 二门外守望着军校 便进来禀说 马兰玉总兵 范石屹求见 允提为及答话 范石屹 已经带着二十多名军官 直入二门 他只在门前 稍一助力 命道 你们外头候着 便大踏步进来 马刺配剑 碰得叮当作响 前运斗菜怀喜 还没有推出去 见这阵势 顿时脸色雪白 允提便起身道 范石屹 你要做什么 给十四爷请安 范石屹一丝不苟 啪的打了马蹄袖 打签扣头起身 奴才奉圣命 和上书坊 马中堂手遇 有人要劫持十四爷 昨个已在尊华城 大所一日 首犯汪景祺 已勤拿在案 特来秉支 十四爷 恳请十四爷 体恤奴才难处 往后出门 知会一下总兵衙门 以便官方保护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惊呆了屋里所有的人 一时间都如木雕泥塑般 僵力在地 允提半赏 才回过神来 自私地一笑 是吗 还有把我做奇货可居的 那汪景祺是何等人呢 谁派他来的 回十四爷 奴才不小的 范石屹更生更气的说 奴才只是奉命拿人 移交顺天府审礼 昨晚直递总督衙门 又递来滚单 说 林秦里有汪景祺的内应 不知哪个叫蔡怀喜 还有钱运斗啊 请指示明白 奴才好尊献命 补拿 蔡怀喜和钱运斗 不禁黄惑相顾 未及说话 允提却说 就是这两个 都是内务府派来的 我看他们素日半差很用心 且受到皇上加冕 是汪景祺乌攀 也未可知啊 你回禀直立总督 还是查明了 再拿人不吃 他们没长翅膀 也不是土行村 走不了的 范实义略议攻身 直立总督由今出缺 新任总督礼福大人 还没到任 这是直立总督衙门 奉上书房命 传来的献命 火速拿人 请求十四爷体调 奴才这里再给十四爷谢罪 说着又打了一个签 起身命人 拿下 炸 外头军官们答应一声 几个哥士哈如狼似虎 一拥而入 眨眼间 便将菜前二人五花大绑 捆得结结实实 连推代驾 拖了出去 这边范实义 却换了笑脸 哎呀 经了十四爷的驾了 您老明家 上风差遣 身不由己呀 就奴才自己心里 你半点也不想 懒这柴似的 你少了娘的 给爷来这刀 云蹄啪的拍昂而起 脸胀子血红 脖子上的青筋 崩起老高 爷见过世面多了 捅过兵 也打过这样 直立总督 既有这么大的权 你请他们转奏雍正 十四爷要削发为僧 这个辈子 老子不要了 他气得 手无颤心摇 一把扯下头上的 双层金龙棍 吓死定 灌了出去 上头坠着的十颗冬珠 立刻散落的 满地乱滚啊 范实义 却不生气 仍旧满脸笑容 十四爷 别错怪了奴才 这是亲命 又是陷命 奴才没法子 奴才在这里一日 总要尽心周全 保护十四爷 您是天皇贵胄 再怎么 也还是奴才的主子 这么着撒野 奴才自己 也亏的 他笑眼望着石头人 一样的允蹄 又说 还有下情上饼 十四爷身边 这些太监 宫女 也都要换一换 他话音 虽温讯 但语气中 却斩钉截铁 毫无商量余地 允蹄头翁的一响 心中急跳耳鸣 眼光 不由的 看了引地一眼 想想 此时处境 伴赏 才冷笑了一声 哼 连他们 也放不过 必定 要赶尽杀绝嘛 十四爷 这话奴才不敢当啊 太监工人 都是内务府的 奴才只是 遵命成办 十四爷要有什么话 竟可名奏皇上 料必有恩旨的 我想留一个人 谁呀 瞧隐帝 这是没法子的事呀 范石屹 见允蹄 一副欲哭无泪的模样 不由也动了侧隐之心 但内务府过来的牌票 劈头便是 瞧隐帝等 四十八名工人太监 真的是无法可想啊 因苦笑的叹道 哎呀 天危不测 天命难为呀 这样 人呢 我带到马兰玉 先不诵经 请爷写奏章 只要万岁爷恩准 我立刻把人送回来 不要求他了 十四爷 他是个提线木偶 求他什么用呢 隐帝在旁突然说道 他脸色苍白的像汉白玉雕像 半点血色全无 半赏 才咽了一口气 宽宽一步上前 向隐提 盈盈下拜 颤抖着嘴唇说道 今日一别 再会无期 奴婢 有心腹化 高十四爷 隐帝 原是苏北岳极家女子 母亲与人相好 有了奴婢 因此得罪族人 被迫逃亡山西 寄生乔家 这不是什么体面事 所以一直隐忍不言 当今别离 你既是我恩主 又是我夫君 一句不敢掩饰 他长长的睫毛一眨 顿时泪下如雨 抽叶了几声 又说 前头如今离取礼 头一首 奴婢说好 爷说不吉祥 今儿 在山上也没唱 这会子爷伴奏 奴婢唱了 就此分手 可成 隐提此时不知身为何物 他已痛苦地麻木了 魂不觉疼痒 半日才回过神来 盯着范时义不言声 范时义虽是武夫 见此生离死别 七侧缠绵 也不禁悚然动容 只垂手而立不言 隐提便从书架顶 取下摇琴 略意勾摸 清冷琴音 如寒泉滴水 一曲罗涓寒过门 亦是四座西区 引逼悲声唱好 秋水漫缸 纷纷高雨 遮不尽 这碧树凋零 摔草黄 更恰恰似 离人惆怅 藏意春华 对镜庄 眉目应虚朗 指着愁累永连 窃窃罗山 怎耐得瑟瑟冷露寒凉 道珍重告狼 莫为念妾断肝肠 念妾时 且向磐石刃草 弃树行 畅逼 引逼转脸 对范石屹道 我们走吧 说罢 头也不回 便出了院 范石屹 一声也不敢言语 离座 向允堤一躬 便带着军士 太监 宫女 冒雨匆匆而去 顺时间 诺大的寝殿 便空落下来 在匆匆大雨声中 允堤独自呆坐了 足有遗失 突然发了疯似的 拉断琴弦 跳起身来 将这架 价值连城的 古摇琴 向石阶上 一击粉碎 他急步跑出院外 双目望天 两手空张着 接那沁凉入骨的鱼水 发出一阵 狼嚎似的 嘶哑的叫声 勇章 殷阵阵 你还是我的哥哥吗 天哪 我前世做过什么孽呀 罚我生到这 不仁不鬼的皇家 那鱼是下得越发近了 尊化事变第二日 田文静街道经报 上书房奉旨 卓正西大将军年耕尤 进京述职 九月二十四日 要见年耕尤的奏报 启程哲 便奉鸣发批语 揽奏 振时 新月之志 一路平安到来 君臣庆会 快和如之 十一月 欢喜相见 自田文静严厉处置 曹刘氏一案 已是 升阵天下 胡锡恒 车名二人 奉旨 引荐 令刑 委任 等于是 卷扑给走人 此时 田文静在河南 威重令刑 真是十二分得意 不料委派张求 处理 暗查史 第二日 突然接到 雍正的朱批 却是 慈气严厉 张求果何如人 尔亦宝尔再宝 事甚缘故 但凡人 有意俗念 功亦不功 忠亦不忠 能亦就不能以 朕身惜之 田文静看着 不得要理 因牙中师爷 都换了心的 只留用了 避震远馆书房 文笔上的 很有限的 他自己亲自 批了几个奏稿 都不满意 虽不愿招惹 巫思道 想来想去 似乎只有 和巫思道商量 才有把握 因此在 千丫房 点过锚后 便打叫 到会计胡同 巫思道的宅中 一尊就叫 巫思道 似乎很高兴 正看着几个 亲随 收拾书箱 见田文静进来 忙笑着让座 文静中成 什么风吹得来呀 我正说 要过崖去见您 可可 你就来了 又让您 余尊降贵了 田文静疲倦的 有点发酸的眼 泥了一下 巫思道 已是深秋天气 还穿着 雨过天青夹褂 一双千层底 黑冲泥靴子 洗刷的颜色发淡 发苍的辫子 梳得一丝不乱 随便盘在脖子上 显得十分淡视潇洒 由不得叹了一口气 说道 哎呀 先生啊 你是神仙 文静现杀了 我也想潇洒 不知怎么着 就潇洒不起呢 巫思道淡然一笑 这就是官身不自由了 不过做官 也有做官的好处 宣车四马 朴从如云 朴留仙先生所云 出则鱼马 入则高堂 堂上一呼 接下百诺 见者测定力 测目视 人上之人嘛 这滋味也无可太替 我不久也要南下回 无锡故乡 他日车力相逢 你可要只记情分 默念举语啊 说罢又是爽朗的一笑 田文静睁了一下 恶然的说 啊 先生 您不在河南 就管了 您不在乡 我从轩个天安 你弃开 我还不在乡 这次从来 显然的 你们俩